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5日 巴赛适应萨尔斯铺 周四凌晨 球会有异赛继续进行 萨尔斯铺与巴赛龙拿将一决高下 巴赛实力比萨尔斯铺强得多 而且巴赛近期有异赛连战连胜 球队阵容的磨合可以说是相当顺利且高效 他们是一里应值得看高一线 虽然萨尔斯铺上仗有一赛 一比零战胜了上季西甲冠军得竹马体会 但对于萨尔斯铺而言 他们应该不会派出强阵去对阵巴赛 作为奥甲的颁霸球队 萨尔斯铺已经连续多季夺得联赛冠军 经济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未免 新赛季已经进行了二轮联赛 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奥地利杯的比赛 他们将全部精力放在联赛和杯赛上 对于无关痛痒的友谊赛 球队想必不会在意输赢 加上周日还要进行一轮联赛 萨尔斯铺需要保存主力球员的体力 经济面对巴赛 他们派出后被阵容 甚至踢队球员出战都不足为奇 和奥甲不同的是 西甲还没有开始新赛季的比赛 他们下周末才开脸 所以限时各支球队都在紧锣密鼓的 维新赛季做好充足的准备 巴赛也不例外 对于赛季前的友谊赛 巴赛需要好好珍惜 除了奥士文迪比利商缺 爱利加西亚和伯迪征战奥运会之外 惊吓参加欧国杯的球员悉数回到球队当中 虽然巴赛现时财政遭遇较大的困难 但他们依然有条不紊的备战新赛季 取得了友谊赛的三连胜 期间进攻火力全开 军场入超过三球 特别需要称赞的是新元迪比 这名荷兰球星融入球队很快 近期的友谊赛屡次为巴赛破门的分 相信金兔在他的带领下 巴赛能延续连胜的良好势头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